第1475集 龙马很不客气 张开大口就想给吞掉 这种逆天的东西 但凡有灵性的生物都想得到 这是正道之气 叶凡一把将它给扒了到一边 这是小松发现的 他仔细检查此气 确认这座塔没有任何危险 真的没有刻上道痕 是一个无主的粗胚 这才放下心来 小松凑到进前 仰着头看紫塔 比他高了一大截 全都紫光溢溢 与他相应成曲 让他直挠头 他用力搬塔身 结果累得满头大汗 一屁股堆坐在地上 脸色发炯 他竟然搬不动 龙马不懈上前趁火打劫 想要居为己有 结果也是大吃一惊 这座塔重得可怕 足有数百万斤重 这是无上仙料 即便为粗胚也是精实的 小松在叶凡的帮助下 艰难的掀起紫塔 却巴唧一声 将自己扣在了里面 再也出不来了 叶凡玩耳 提起这足以振动 整片星域的宝贝 将它放了出来 我帮你收紧银灵中 你每日以心神祭脸 日后强大时自能运转 他将小师傅 自那灵当中取出 认真刻下一片 繁傲的空间法阵 将神痕紫金塔收了进去 交给了小松 也许有一天 我会离开这颗古星 前往另一片星域 那里充满了血雨战 太过的艰难与危险 我想把你留下来 你在这里前修 它将是你的正道之气 小松闻听此语 顿时惶恐 眼中浸满了泪水 把质宝粗胚 塞到叶凡手中 哀求他不要离去 就是要走也要带上他 不要分开 说这些还早 我并不知如何回去 叶凡溺爱的摸了摸他的头 而后望向天穷 另一片星域 将来必有大战 短暂的和平 维持不了多久 所有种族都相信 成仙之路将要开启 为了争夺 那等待万古的机会 盖带人物间 将有一场血拼 龙马虽然很不服气 但也没有办法 神痕紫金塔是小松发现的 属于叶凡渠道手中的 他确实没有理由居为己有 地球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地方 你将来若是能与此正道 将有无法想象的道国 叶凡帮他收好灵档 并告知最好不要用小石佛了 今后只将心神寄托于紫塔 他已经有万物母气顶 此塔虽然是神针 但对于他来说 却没有意义了 叶凡施展通天彻地的手段 将准地的几滴宝血 封进顶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神血 可恋圣药 能有大用 他们继续上路 叶凡指点小松 如何继练正道气 在离开前 有许多经验都要传授给他 让他很无言的是 他见到了小东西 头脑中一气破万法的奥义 竟然准备将紫塔 重铸成一个松塔 松树结出的囚状果 是因为象塔 故此被称作松塔 在紫色小家伙的头脑中 觉得既然要铸塔 就一定要形象一些 自然界生长出的松塔 最为合适 叶凡问他 你是不是觉得松子最好吃啊 是的 他下意识的回答 二胡立食大炯 好吧 松塔 就松塔 无论是名字还是形状 都倒也与你相配 叶凡也只能这样说了 他们一路前行 叶凡自语 世间有几种神经 黄血赤金 鲜泪滤金 相传若是混住在一起 能化成另一种无上材质 可惜古来没有人能成功 小松立刻开口 稚气的说道 将来为师父寻来各种神经 掺杂进万物母气中混住 铸链成世间第一兵器 叶凡摸了摸他的头 没有说什么 有万物母气 圆根足矣 至于那些传说 太过的虚妙了 并不一定真实 终于 他们来到了龙首封建 登上一条山路 上万座龙首山峰并立 合围成一座仙谷 灵气阴韵 霞光亿万缕 让这个地方格外神圣 他们真正进入了成仙谷 这是一处举世无双的庙图 有腻夺古今天地造化的奥秘 可以蕴仙 每一座龙峰都鲜光万道 锐彩千条 至神至圣 在他们上面生长的宝药 最伺的都有两万年了 清香扑鼻 叶凡沿着山路前行 小松很欢快 在安全路径上 发现了两株药王 都有九万多年的药灵 被他小心翼翼地挖了出来 古药高达一米 对他来说跟宝树一样 朔朔生辖 需要举起来 他兴高采烈 孝敬给叶凡一株 而后 又带着善意 将另一株送给了龙马 这种东西可言寿源 即便在北斗都是无价的奇珍 会让圣人为之折腰 神居自然不客气地收了下来 不过却没有一口吞掉 他甚至药王的西珍 留待日后慢慢炼化掉 小路曲折 是唯一的生之路 踏错一步就是死门万劫不复 叶凡他们绕行 转过很多座龙首峰 进入谷中 在这个过程中 小松最为开心 一共收获了八株谷药王 都是生长在道路上的 小药除灰的不亦乐乎 叶凡说道 你自己留下 不用送我 他每挖到一株 都要孝敬给师父 但都被叶凡以大法力 悄悄地放进他的松塔内 日后他会离开 小松独自在这颗古星修行 肯定需要这种东西 最后他们进入了腹地 深入到了山谷内 终于见到了那壮丽的景象 万座龙首峰 垂落下瀑布一样的鲜光 浓的都化成了液体 巨像山谷中心 那里有一个仗许的大仙池 仙气阴韵蒸腾 光霞亿万缕 璀璨夺目 淹没了大半个山谷 成仙的希望 就孕育在仙池中 一夜凡谋寨神光 山谷中云征辖尾 从来没有一处地方 能与此地相比 遍地宝要 让人疯狂 若是都能采集到 真是不可想象 同时 一种特别的心香扑鼻而来 与众不同 超尘托凡 夜凡心神一阵 此地绝对有一株不死神药 成仙地 是一个谜一样的地方 古往今来也不知道 有多少人杰 想来这里看个究竟 但几乎全都隐恨而终 上万座山峰病例 围拢成一个山谷 每一座龙首峰都张开了龙口 垂落下一条彩铺 鲜光腾腾 汇聚向中心仙池 池中是什么 夜凡看不真切 在那口仙池中神光一缕 绚烂刺目 就是睁开天眼也看不透 古中带状仙气 缭绕神霞腾腾 锐光朔朔 各种鲜花流动 形成一处瑰丽的人间仙境 连龙马都不禁情绪波动剧烈 四提灯塔 难以安宁 恨不得第一时间冲过去 他生于昆仑 自然知晓运仙之地 但却从来都没有机会进来 夜凡神色振奋 一手抓着古卷 另一只手攥紧了拳头 他终于走了进来 将揭晓万古之谜 此时 最为平静的还是小松 他没那么多的心思 那张许长的掀持 也只能引发他的好奇而已 还没有药王来的实在 更让紫色的小东西动心 赤子之心 最是难得 而这也是 他倒横能快速精进的根本原因 走 夜凡跳下龙马 亲自在前带路而行 此地非常重要 关乎他日后能否得到成仙 到了这个地方 杀鸡更胜了 即便没有触发 也让人振振心急 这还是先物弥漫的情况下 隐去了大半的杀鸡 可以清晰的见到 虚空中有一条条的纹路 细密而繁傲 交织成一片星域般的轨迹 遍布每一个角落 可以想象 一旦触发 必然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在这片成仙地 根本不可能飞行 唯有仙草能在地面生长 这肯定是原地的手段 即便沙阵密布 也为神耀提供了生存的净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